人者昨晚失眠 在淘宝上看到索尼出了一款安卓设备叫Xperia Touch 它是一个砖头大小的一体机 能在墙上餐桌上投影出一大块屏幕 用手指就能互动 超级科幻 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 人者坚信这就是电脑的未来 严重考虑了要不要买一个来玩 这款设备在主流媒体上没有人提 因为它还是一个超级概念产品 功能和bug都很多 最终我决定等有更成熟的产品出现在买 终于安稳睡去 在那兴奋的5分钟里 我差点成了这项技术的早期采用者 后来发现其实还是吃瓜大众的一名 你也许见过这个叫技术采用曲线的东西 所有最终成熟的技术 从电话到微信支付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 最初拥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试用 再由他们扩大到早期采用者 这些人里面有的是所谓的意见领袖 再由这些人传播给早期大众 他们可能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人 前面这些加起来大概是整个市场的50%左右 接下来爸爸妈妈这些晚期大众 或者传统百姓也开始使用 最后才是落后人群的采用 好像春节全家玩微信这种状态过了三年 爷爷奶奶才终于买了一个老人机 和大家保持联系 如果我们看看电话技术的普及 它走过了从1900年代的创新者时期 一直到50年代才在全美国普及开来 又或者是信用卡诞生于1970年代 但是今天还有好多人没有采用 如果我们认为虚拟货币是互联网化的金融工具 势必像信用卡一样得到普及 那么我们需要问问 比特币今天是在创新期 还是已经步入了早期大众 其实从人群比例来看 我们可能还没有步入创新期 在最对左边一个属于一小撮疯子在用的阶段 并不是比特币本身疯狂 任何一个技术其实都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 试想古人刚刚发明银票的时候 用贵金属去换来一纸文书 不是疯子又怎么敢去做这样冒险的交易呢 而就在不久前 我家里50以上的人 也不敢在互联网上输入任何银行信息 其实技术采用人群的扩张和代际有很大关系 出生在2018年的人 他们注定会成长在一个由无人机送快递 交通自动驾驶 一切信息都存在云端和区块链里的世界 当他们念大学的时候 比特币已经是有了30年历史的老玩意儿了 就像今天才考虑办信用卡的人一样 他们不会有我们面临的吃螃蟹的恐惧 所以当我们听到今天意见领袖 甚至是政府机构对比特币有各种质疑和批评的时候 他们就像昨晚忍者没有买索尼的投影电脑一样 可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但是这些理由 对未来使用虚拟货币的地球人来说 仅仅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历史消息而已 感谢收看忍者ATM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头条或者YouTube上搜索 并关注忍者ATM